在梦将你的哭声中 八百里长城 轰然倒塌 壮阔雄伟的长城 为什么敌不过世间一女子的痴情眼泪 千古爱情之 今天一呼 梦将与万里寻夫宋寒一 终于到了长城脚下 却发现自己的丈夫范喜良已经死了 尸骨被埋在城墙之下 万年聚会的梦将女痛哭在长城下 日夜不止哭声不绝 最终城墙未知崩塌 露出了范喜良的尸骨 两千多年的时光飞逝 一个个爱口 一个个风台 依旧沉默于日出日落之间 雄伟的长城 蹲距于荒芒的山边之上 看尽了人世间聚散离合的沧桑 有道是 梦将与枯长城 坚固绝唱谁人听 梦将与枯长城的传说 感动人心的 是一个女人的爱之深 情之真 是一个家庭 失去亲人的悲愤之情 切肤之痛 还是 无论何时何地 人们对于安定幸福生活的渴望 南京师范大学 利波教授陪同我们一起与时间逆行 开始这场天古经典爱情的浪漫之旅 敬请关注千古爱情第四集 惊天一哭 上一讲我们讲到孟将女 从一个葫芦娃 长成孟将女 就嫁给了一个翻墙男 她的老公范喜良被抓走之后 到长城脚下修长城 被抓作民夫 然后孟将女 为丈夫治寒衣 然后万里寻夫送寒衣 结果有一天 说孟将女到了长城脚下 好不容易 万里寻夫历经一百零八难 到最后 好不容易到了长城脚下 然后就去找自己的丈夫 也不知道自己丈夫 范喜良在哪儿 只好一段一段 一个公地一个公地的去找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祝长城的民夫 死的死 逃的逃 当然还有大批的 还要被扣留在那里的地方 住长城 个人都怎么样 不知自己将来的生死 但是看到孟将女来 万里寻夫 早来一个一个问 所以这都是什么 这都是公友 同事落难人 所以大家能知道的 都好心的帮助她 所以孟将女 虽然不知道自己的老婆 老公到底在哪儿 但是一路问过来 终于有一天 问到一个老人家 说我丈夫叫范喜良 您知不知道这个人 老人一听 范喜良啊 倒是有这个人 孟将女一下子高兴的 好不容易听到自己丈夫 范喜良的消息了 所以万里寻夫以来的那种 内心的焦虑担忧 还有渴望 还有渴望混杂的种种的情绪 突然怎么样 喜极而弃啊 终于知道自己丈夫的消息了 可是接下来 从一个顶顶 一下子就掉落到一个冰点 巨大的犯杂 但是老人接下来一句一声长叹 哎 范喜良 怎么样 上个月 已经死了 这时候公友们聚拢上来也说 上个月 雨雪不断 我这个住长城的时候 反复塌方 对不对 然后范喜良 和一批公友都怎么样 都死在这个里头 死了之后 就被埋在长城脚下 因为每天都有很多死人 然后在这个秦王朝的暴政下 根本不拿人当人看 活人都不当人看 更何况死人 所以现死现埋 直接就埋在这个长城脚下 所以长城 是建在累累白骨之上 所以丈夫上个月已经死了 和当时一批死去的公友 都埋在这个长城脚下 孟江宇这么一听 从找到自己丈夫的喜极而起里头 立刻跌落到一个巨大的深渊之中 自己万里寻敷 为什么 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丈夫 送上东医 为了自己对丈夫的那种牵挂之情 最终能落到实处 可是到这一刻 噩耗传来 一切希望全部落空 从巨大的欢喜中 一下子跌落到巨大的悲伤中 所以就在这段长城脚下 因为她丈夫就埋在这儿吗 孟江宇不禁放声大哭 孟江宇这哭不得了 天地风云味之变色 在孟江宇的哭声中 八百里长城轰然倒塌 一下子哭倒了八百里长城 不光是埋他丈夫范喜良的这一段 八百里长城被轰然哭倒了 然后长城倒塌之后 长城下面的雷雷白骨怎么样 全都献了出来 真是叫雷雷白骨啊 这个长城住藏中 过程中死的人 数以万计啊 不知多少人 多少个范喜良都死在这个长城脚下 所以雷雷白骨一献 孟江宇又不禁放声大哭 为什么呢 因为埋在土中啊 简单一埋 尸体已经腐烂了 也不知道哪个才是自己的丈夫范喜良呢 在这绝望之中 孟江宇依然不肯放弃 凭着本能在哭泣中 突然想到 民间有一种说法叫做滴血认亲 只要亲人之间 你把那个血滴在他的骨头上 他就有反应 起变化 所以孟江宇这时候看到雷雷白骨 这时候刺破自己的手指 一具尸体 提一具尸体身上 滴血认亲 当然了 滴血认亲这种说法科学不科学 我觉得在这里完全没有必要去探究 它只是一个表达孟江宇此刻心情 此刻意愿 在绝望中唯一的那点意愿 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是把这个哭崩长城哭得天崩地裂的 惊世之举 回到人性层面上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被孟江宇一个一个滴血认亲 终于滴到一具尸体的时候 怎么样 有了反应 然后孟江宇确定这是自己丈夫 范喜良的尸体 然后又抱着自己丈夫 范喜良的尸体 又是放声大哭 高潮之上 还有高潮 然后在这哭声里头 长城连续崩塌 所以这就是孟江宇哭长城的高潮处 当然有人说这不科学 不可能的事情 就民间传说 有没有这回事 我们等会再说 我们先把这个故事讲下去 孟江宇哭到长城的时候 刚好秦始皇正在巡游 一听说长城崩塌 大为恼火 赶到事发现场 谁人这么大的在 居然把长城哭塌了 然后秦始皇赶到现场 一看是一个弱女子在放声大哭 在她的哭声里头 长城是连段倒塌 秦始皇大怒 让人把孟江宇抓来 这时候孟江宇脸上还带着泪水 秦始皇一看到孟江宇 突然怎么样 秦始皇啊 始皇帝啊 对不对 那绝对不是一般的人 但居然在孟江宇面前 怒火一下就消掉了 到产生了另外一个念头 什么念头呢 想纳孟江宇为妃 这就是民间文学的演义 你乍听上去搞笑很荒唐 孟江宇 一个民间的女子 而且刚刚哭倒了长城 秦始皇居然想纳她为妃 好像很不合理 就算孟江宇长得比较漂亮 但是孟江宇经过 一百零八难 千辛万苦 是吧 万里寻夫 到长城脚下 有文庭丈夫的死讯 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哭到长城之后 又在累累白骨 和泥泞的泥土中 滴血认清 找到自己的丈夫 这个时候的孟江宇 再美能美到哪儿去 所以对于这一点 有些学者的解释是很有意思 是说孟江女 虽然这时候 虽然肯定是花容不在 满身泥泞 漂亮不到哪里去 但是你想想 她一个弱女子 能够哭到八百里长城 这个身上表现出来的 强大的气场 或者说我们常说的 身上那种气质 肯定是对秦始皇这样的人 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确实 秦始皇是什么人 始皇帝 是不是 横扫六合 统一八方 一统天下 然后北极匈奴 然后祝长城 最有强大的征服欲 一般的人 已经不放在她眼中了 什么漂亮不漂亮 大概已经不是她考虑的重点 而像孟江女身上 表现出来的这种 具有强大的气场的人 反而能勾起秦始皇这样的人 秦王迎正这样的人 内心的那种征服欲望 所以要纳孟江女为妃 你别说这个说法还是蛮有创意的 但其实我个人觉得 这个之所以秦始皇要纳孟江女为妃 是因为民意和暴政 要来一次终极的对决 而且民意在爆发之后 在哭倒长城之后 因为它是民间传说 最终体现 不论是爱情也好 不论是万里寻夫也好 不论是哭倒长城也好 最终体现的是 在暴政面前 民意的反抗与不屈 所以长城固然代表了 当时的残酷的暴政 但是终极的暴政 是来源于专制 来源于人制 而那个专制的代表 那个君王 那个始皇帝 跳到前台来 只有他跳到前台来 民意和暴政之间 才能来一次终极的对决 所以在民间传说里头 你看秦始皇跳出来 这是最出人意料的 我觉得这比孟江女哭倒长城 还让人觉得出于人意料 跳出来不仅 转怒为喜 而且要纳 孟江女为妃 在山海关 孟江女庙的正典内 有一部对联 相传为南宋文天祥所提写 秦皇安在在 万里长城住院 江女为王也 千秋片时明真 由此可见 虽然孟江女哭倒长城八百里 秦始皇想拿孟江女为妃 都只不过是传说故事 但却是那样的深入人心 那样的为后人所乐道 那么在传说中 孟江女面对残暴的秦始皇 提出了哪三个条件 最后聪明的她 又是如何戏弄了 千古一帝秦始皇的呢 请继续收看千古爱情第四集 惊天一哭 结果孟江女 收住眼泪 在巨大的背痛中 收住眼泪 想了想 你看孟江女非凡之人 在哭到长城之后 在知道自己丈夫的死讯之后 在面临这个千古的 千古第一始皇帝的 这个秦王嬴政 这时候是秦始皇的时候 居然十分冷静 迅速的从悲伤中 就冷静了下来 说 要纳飞也可以 但要答应我三个条件 听说王一听 只要同意 别说三个 三十个也可以 说来听听看 第一个 要好好地安葬 隆重地安葬我的丈夫 范喜良 要观果安葬 并为他立碑 当然有的传说里头 更具代表意义的 是说不仅要安葬范喜良 还要安葬和范喜良 一起死难的这些工友 那秦始皇一听 这还不容易 这太容易了 没问题 第二个 第二个条件是 第一个条件 其实很容易 是对死者的尊重 是不是 第二个条件 突然难度大幅度上升了 让秦始皇都觉得难以接受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你 迎着 你秦始皇 别看你这是皇帝 亲自 披麻戴孝 为我丈夫送账 为这些死难人的送账 秦始皇一听就要火了 我什么人 对不对 横扫六合 统一八方的是皇帝 我怎么能 可能为一个民夫 披麻戴孝 送账 而且孟江你提出来 你不仅要披麻戴孝 文武百官都要跟着你 整个朝廷都要为这几个死难的民夫 披麻戴孝 送账 秦始皇这不能答应 这太丢人了 丢了朝廷的脸面 不要说这个朝廷 连我本人也不肯 不可能答应 孟江你说不答应 誓死不从 秦始皇心里一颠量 不妨先假意答应一下 天下都是我的 谁敢说半个不字 好吧 那你先答应一下再说 第三条 是什么呢 孟江女提出 为范喜良和他的工友送账之后 这些民夫送账之后 要自己要怎么样 要游三天大海 要修一个十里的长桥 修到海里 我要看看大海 是不是孟江女死前没见过大海 一定要看看大海 不是 所以你看现在最有名的孟江女庙 孟江女有很多孟江女词 孟江女庙 好多地方都有 但最有名的在哪 在三海关的旁边 三海关旁边就有一个孟江女庙 所以有一种主流的说法 就是说孟江女的故事 哭长城哭倒的就是这一段 靠近三海关的这一段 因为长城洞起三海关 就紧淋到大海了 所以我要到海上去看看 你给我修个十里的长桥 到海上 我要看看大海 我觉得这有突破这个长城的意思在里头 但是更重要的 从故事的角度上来看 其实孟江女为自己的人生结局 买好了符笔 清史王没想那么多 那不就是看看大海吗 这简单 赶快修个长桥 修到海里头 到时候陪他看看大海 好三条条件 范喜良下葬 然后秦史皇 第一史皇帝 史皇就是第一个皇帝 史皇帝带着文武百官 批马帝带笑 为范喜良和范喜良一样的这些民夫们 死难的民夫们送账 两条都做掉之后 然后清史皇陪着孟江女 走上通往大海的一条 长长的战桥 孟江女看着海边的景色 这个清史皇看他神情平淡 以为他从悲伤中已经平复了过来 哪知道走到桥头的时候 孟江女趁身边的人不注意 众生跳入大海 把自己的一生 结束在长城的尽头 大海之中 然后秦史皇竹篮打水一场空 所以在哭倒长城的这个高潮之后 孟江女的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 是戏弄史皇 最后还戏弄了史皇历 东穹碧海群山历 西带黄河落日明 古今中外 樊到过长城的人 无不经看于他的气势磅礴 和雄伟壮丽 据记载 从春秋战火到清王朝 雄观万里的长城 屡修屡补 断断续续修建了两千多年 特别是一统天下的秦史皇 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来修筑长城 崇山峻岭 峭壁深鹤之中 没有任何的机械设备 全部工程都由人力完成 可以想见 会有多少饭洗粮 命丧他乡 又会有多少孟江女 以泪洗面 那么在孟江女的传说里 固若金汤的长城 为什么竟然在一个女子的痴情眼泪中 轰然倒塌 在真实的历史中 可曾有人真的哭到了城墙 说这个孟江女这一哭 其实是惊天一哭 我们生活里头常说的是笑比哭好 但是在艺术作品里头 一定是哭比笑好 为什么呢 是因为哭具备笑所不能具备的力量 那你看 孟江女一哭哭到八百里长城 那个豆鹅 豆鹅鸢是不是 一哭哭到什么地步 六月飞雪 所以我有一次去海外讲学 我记得是到那个加拿大 多伦多 去的时候刚好六月 从机场一下来 居然就在下雪 六月飞雪 你看特殊的地理环境 真有六月飞雪 那有没有人哭到城墙呢 也有 也就是孟江女哭藏成的这个原型 据古史变派的大师 历史学家顾吉刚先生考证 孟江女其实是时有其人的 当然这个人并不姓孟叫江女 也不是孟家和江家共同养的一个女儿 孟江女这三个字 其实它更像一种网名 这个孟是什么意思呢 孟是排行的意思 我们有一种叫博仲书记的排行 也有一种排行叫孟仲书记 或者孟仲目 你时间上孟村三月 重村三月 然后牧村三月 所以孟是什么 孟就是老大 江是什么 江才是真正的他的姓 他姓江 江是什么地方的姓呢 是齐国的国姓 所以孟江女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齐国一户人家的大女儿 所以我说它是一个网名 它并不真的姓孟 孟子呢 是姓孟 孟江女 它就是指的是齐国一户人家的大女儿 而且历史上有很多孟江女 这句话有双重含义 孟江女的命运是很普遍的 另外叫孟江的女孩子也很多 像诗经里头就很多提到孟江 齐国就有一个风俗 说孟江就是一般大宗族的 这户人家的大女儿 一开始齐国规定是不能嫁人的 最早的孟江是一般是不能有丈夫的 为什么呢 他们要做这个忠词的污者 地位是非常高的 当然到后来这种习俗渐渐的被突破了 很多孟江也可以嫁人了 所以郭吉刚先生考证 孟江女的原型其实出自左传 左传记载 齐国有户人家 这户人家的大女儿 这户孟江嫁了一个丈夫 这个丈夫叫什么名字呢 叫齐良 你听这个名字 你想想 孟江女的老公叫什么 半喜良 半齐良 半喜郎 这个什么万喜良 万齐良 你就知道原型就是这个齐良 各地根据齐良这个音 有不同的演绎在里头 当然了 就孟江女故事的原起 也不是最早 顾吉刚先生考证 这个原起像顾炎武 顾炎武的日之路里头 就有所提及 当然了顾吉刚先生是详尽的一个考证 说这个齐良七 也就孟江女的原型 也不是一上来就枯倒了城墙了 也是经过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的 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 左传最早记载的 左传相公二十三年 记载说 齐侯归 与齐良之妻于交 是调职 此曰 知之有罪 何辱命因 若免于罪 犹有先人之壁炉在 下妾不得于交调 其侯调诸其事 左传的记载是说 这个齐良啊 是齐国的一员大将 后来战死沙场 孟江女的老公 齐良死了 然后齐王回朝的时候 刚好在这个郊外就碰到了 孟江女 然后就要吊烟 然后孟江女很生气 这不合理法 虽然是齐王 孟江女也义正此言 不合理法 你要吊 必须要到我的家里 正式的 吊烟我的丈夫 后来齐王在这个 孟江女的义正此言之下 不得不亲自来 到这个孟江女的家里来调咽 但是我们看 这个记载 其实很简单 只是在那里调咽的 方式问题 这里头孟江女怎么样 既没有哭 也没有什么哭倒成墙 但是到了李记 曾子就说 齐良死因 齐齐迎齐救于路 而哭之哀 这是把孟江女的哭 给点出来了 到了刘相的说乐 说 其华州齐良站而死 华州齐良 两人大将 齐齐卑之 向臣而哭 欲为之崩 臣为之恶 鱼就是成那个转角处 就成墙 在他的哭声里头崩塌了 这是明确说到 孟江女 把成墙给哭倒了 再到刘相的猎女传里头 记载的就更详细了 说 孟江女 乃者祈福师 与臣下而哭之 内臣感人 道路过者 莫不为之挥涕 十日 哭了十天 臣为之崩 说 孟江女 俯视而哭 哭到第十天的时候 请注意 下面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在哭声中 这个齐国都城林芝的城墙 轰然倒塌 当然据我的祖先 力道元水晶柱考证 当时倒塌的应该是山东举城的这段城墙 轰然倒塌 有人说这不科学 哭声能把城墙给哭倒了 不可能 哎 我要告诉你 这其实很科学 这叫做共振效应 当然要能达到这个共振的效果 这个孟江女的哭声 也不得了 记诏 曰 我何归矣 一死而矣 岁父 知水而死 不仅提到了 他哭 哭倒了城墙 甚至提到了他最后 投水自尽 所以我们看到最后民间传说里头 孟江女最后戏弄死黄之后 是投海自尽 这也是有一种呼应的关系在里面 所以到这儿 孟江女怎么样 我们看到他的原型 齐良妻 确实是哭倒过城墙的 斗转星移 岁月流逝 齐良妻哭夫的故事 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而孟江女哭长城的传说 却依旧鲜活如新 那么史书中所记载的 《起凉之期》 是如何演变成为后来万里寻夫的孟江女的 孟江女哭长城 这个流传于民间的古老故事 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 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呢 但是孟江女就算是善哭 就算是能哭 甚至能哭到城墙 但他毕竟和秦始皇和秦王嬴政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这是一个发生在先秦时代 怎么他就移到了秦朝去了呢 而且最后还把秦始皇硬拖到现场 被家嘲弄 甚至让整个不仅是秦始皇 甚至秦王朝都在孟江女面前黯然失色 成为嘲讽批判的对象 这个就很有意思 事实上 据郭杰刚先生考证 在隋唐之前 虽然孟江女这个原型已经表现出反战的主题 秦王是在战争中导致秦良的生死沙场 而孟江女对秦王其实是通过义政词严的要求 表达了一种反战的主题 老百姓都反对战争 但是为什么后来会这个故事发展到秦朝去了呢 如果是反战的主题的话 春秋战国的时候更适合 到秦统一天下了之后 反而把孟江女的故事演绎出来了 没顾及郭先生考证在隋唐之前 没有和秦始皇有关系 这个故事也没有演绎到秦朝去 是到了唐代之后 这个故事开始演绎到秦朝去了 孟江女哭倒的城墙 再不是某地某城的城墙 而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了 从现在可以看到的资料里头 最早把孟江女哭成和秦王朝秦始皇接力 结合起来的 是唐代的诗生 冠修的一首诗 冠修这个人很有意思 晚唐的时候是个特别独特的诗生 也是一个狂生 诗写的特别好 比诗写的还好的是他的画 号称一绝 尤其是画罗汉 号称一绝 冠修在奇良期 就是为孟江女写的这首诗 题目就叫奇良期 这首诗里说 莫上少年 莫相飞 这是最早 明确的说到奇良期 就是孟江女 这故事发生在清朝 而且哭倒的是长城 当然此前也有人说 比如说唐代的周朴 赛上行李都说 长城哭崩后 寂绝至如今 说到哭长城的事 但没说到孟江女的名义 没有说到这个奇良期 而冠修这首诗里明确 把孟江女 长城 秦朝 完全的结合在一起 为什么冠修会把几个关键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呢 我觉得和冠修这个人很有关系 我刚才说了 冠修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 是个师生 而且是个狂生 最擅长画罗汉 平常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叫 灭世权贵 所以他诗中 大量表现 体会民生疾苦 灭世 专治权贵 所以他有句名言 诗里头有句名言 骂这些帮权者 架色艰难 总不知 五帝三皇是何物 到这个地步 这是对权贵的蔑视 而反过来 就对民生疾苦的关心 所以 到那个晚堂时候 然后翻阵歌剧 天下即将大乱 民生凋敝 然后冠修看在眼里 所以 借孟江女 也就是借齐良妻室苏怀 抨击暴政 那么 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 最具暴政的代表呢 其实 就像我们常说的 最任性的两个朝代 一是有权任性的朝代 习近 是从诺父的那个朝代 所以短命王朝 一个有权任性的朝代 大秦帝国 暴政 所以 冠修把批判的矛头 直指向 秦帝国 而秦帝国 暴政的一个代表 其实就是这 万里长城 为什么呢 因为 据史记 秦始皇本纪记载 大规模修筑长城 发生在始皇34年 即是公元前213年 而此前 始皇33年 大将蒙田 率30万大军 北极匈奴 已经把 这个匈奴赶到 阴山以北了 忠秦之势 匈奴的马蹄 再也难 跨过阴山以南 所以这个编换 其实已经解除了 而秦始皇 还要大规模的修筑长城 虽然有防御北方的军事用途 但更重要的用途是什么 对内的一种统治和压榨 然后把百姓压榨到极端痛苦的境界 所以孟江女这个故事 最早是反战 发展到后来变成了反抗暴政 因为战争只是暴政的一端 而数千年历史以来 民间的疾苦最大的呼声 其实就是对暴政的批判 对暴政的反抗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 为什么孟江女哭倒的 一定要是长城 为什么在哭倒长城之后 还要戏弄始皇 因为这是一种民意的体现 民意从左传时期的棋梁期 发展到后来万里巡浮 枯倒长城的孟江女 从反战的主题到反暴政的主题 这体现了民间文学 民间文化 民间传说的最终极的意义 它是民间疾苦的一种呐喊 是民心的一种相对的体现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头 孟江女和范喜良的爱情 因此获得了永恒 孟江女万里巡浮的街心 因此获得了不论是自然还是社会 甚至体制内的同情 所以南宋的大学者 在总结这个孟江女的故事 从先前的反战 发展到后来反暴政的主题 这个过程时候 说过一段话 其良之妻与金传所言者 数十言耳必则演成万千言 这个故事最早 只不过就是数十个字 数十言耳 最后发展到万与千言 这个万千言 我觉得特别关键 当然郑乔说的是一种客观状态 但是我们透过这 万千言 这三个字 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 对这个故事的推崇 对孟江女那种 坚真不渝的推崇 对孟江女哭到长城 以及对秦暴政控诉的推崇 这是一种什么 这是一种民意的张扬 这是一种历史中价值与正能量的张扬 好 谢谢大家